用iPhone手机上外网的朋友,一定要拥有一个自己的国外苹果ID 其实申请国外iPhone ID是非常简单的 今天就分享一个美区Apple ID注册申请教程视频 照着保姆教程保证你苹果ID申请成功 苹果外区ID有很多用处 可以下载国外APP应用,可以玩外区手游 像一些国际版TikTok,Shadow Rocket,ChinX等都需要用外区ID才能下载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册一个属于自己的Apple ID 如果视频对你有帮助,请大家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 谢谢 开始前,我们要准备这三点 1.准备一个没注册过Apple ID的邮箱 2.一个手机号码,可以是中国的手机号码 也可以是之前注册过的号码 3.注册用的设备,可以是苹果手机 也可以用安卓手机,也可以用电脑 好,我们打开浏览器 打开苹果官方的注册网址 我们就照着要求填 姓随便填 名字也随便填 国家或地区这里 选择美国 出生日期随便填 按照它的格式来填 填满18岁就行,无所谓 这里填你的邮箱地址 这不能随便填 等下要用这邮箱来登录账号 密码 按它提示的要求填上 再输入一次密码 好页面往下拉点 电话号码这里 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号码 支持中国大陆的手机号 之前注册过的号码也可以 也可以使用Google Voice号码 好,我输入一个备用号码 好,输入以后 再输入这个网页验证码 然后点击继续 它这里会发送一个验证码到邮箱那里 去邮箱那获取一下 收到后,把验证码输入进来 点击继续 再来验证一下手机验证码 收到以后输入进来 好,输入进来以后 点击继续 好,我们点击个人信息 在国家或地区这里 点击小地球 更改国家或地区 这里保持默认美国 付款方式选择无 姓名默认 页面拉下来 填写下面的 这里 我会给一个美国免税州 填写格式给大家 照着填就行了 接到地址 复制右边的填进来 楼号单元号房间号 这里可以不填 复制城市内容填写过去 省市 阿拉斯加州 点下箭头选择出来 第二个 就是阿拉斯加州 再到右边 复制右边 好 粘贴进来 电话号码这项 可以是不一样 可以照着要求 随便写个手机号 但必须是美国手机号格式 必须13开头 或者18开头 17开头这样的正常手机号码格式 必须11位数字 我就把这个复制过来填上 好来到配送地址这里 我们点击这个拷贝账单地址 点了以后 它会自动帮我们填写地址信息进来 点击下面的更新 以更改成功 好的关闭 这个时候 外区ID账号就注册完成了 现在过来 苹果手机这里登录演示一下 先到App Store这里 把登录的账号退出来 点击个人中心 往下拉到最下面 点击退出登录 把注册到的美区ID账号密码输入进来 点击登录 输入收到的手机号验证码 这时候就可以去下载App使用了 下个TikTok国际版试试 点击下转 安装完成 开启科学上网状态 现在打开TikTok 刚安装会慢点 跳过 同意 不允许 好 正常播放 非常完美 手机快没电了 就演示到此 不明白的地方 给我留言 如果可以的话 请大家帮忙点个赞谢谢 感谢大家观看下期见 感谢大家观看